气温多变,小朋友一不小心就容易感冒发烧 而大部分家长对发烧都是纯有不正确观念 对此台东基督教小儿科医师提出了迫似旧论 教导爸爸妈妈们正确的医学观念 掌握就医时间,避免造成医疗资源浪费 医师医师,我的小孩发烧了 这是小儿科诊间最常碰到的问题 见到许多家长为了小孩子发烧而心急如焚 生怕孩子脑袋烧坏,要求医师尽快开药服用 这些话听在小儿科医师正义耳中都是错误的观念 面对小儿发烧时的正确处理方式 正义师强调家长首先要破除四旧迷思 第一步就是要了解什么情况才是真正的发烧 发烧叫做38度叫发烧,这边有钱 来,中心温度38度 中心温度是什么?肛温跟小一点的还是肛温 大人三个月以上的我们就用耳温 当发烧时,理解轻重缓急症状,不轻易给药 而反复发烧也属于正常的抗发炎反应 家长不必过度担心,但必须要注意危险症状的迹象 很多家长很担心如果不处理孩子的体温 他会不会无限的上升?其实不会 心肺功能不好,慢性停血,有代谢疾病的孩子或是孕妇 这些人你一定要退烧 所以像如果我的心脏病孩子来,或是我一些肺功能很不好的孩子 我就会跟妈妈说,那你的孩子不要烧太久 脱水,肾脏坏掉,心脏坏掉,尿尿都会变得很少 这个相对代表背后可能是心脏有问题,肾脏有问题 所以我很强调尿尿 妈妈每次跟我讲一大道,我第一句话就问她 你的小孩有没有尿尿?如果有尿尿,大概你不用太紧张 发烧可以到七天 他会告诉你,退烧药的效果只有短暂的时间 然后如果病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发烧吃的退烧药又再烧起来是很正常的 鼓励你尽量不要用退烧药 因为药物本来就只是缓解症状的 退烧药,退烧不是拿来治病的 它只是缓解症状,但是抗生素那种就是真的来治病 所以抗生素我都会跟妈妈说一口都不可以少 而且整个疗症吃几天就是几天 郑医师也提到,幼儿发烧生病时 家长必须冷静面对,否则慌乱的情绪也会感染小孩 造成心理压力,反而对于病情没有帮助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道